以後可以來在這個影集裡面 去展現他們的表演 表演的畫面 他們的命運動作 因為他好像有大概 五組的卡斯 偶像劇家母柴志平 去年初成立米神國際 要翻拍韓劇 我們的藍調時光 點名只要地後陣容 但近期停拍 影帝吳康仁無預警開炮 其實他就是蠻 蠻容易受傷的一個人 感覺這段話包裝了很多次 忙著宣傳 但吳康仁似乎對這件事 耿耿於懷 週刊報道 他在私人臉書連發兩篇文 透露自己四月 接到藍調劇組邀約 但六月份停拍 他兩度婉拒 沒想到近程劇組停拍 藉口之一 直言不論是對投資方解釋 或工作人員有說法解脫 但明顯保護自己 不負責任也很自私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拍出 我們自己台灣的一種 他的一種表現 台灣的漁村會比較 充滿活力跟熱情 音樂柴智平和兩位導演 面世三十多位演員 甚至有李羅女兒李子嫣 理想演員名單 還有張正楊佑寧 周俞銘 徐瑋寧等人 而吳康仁被邀請演的是李炳憲 也是撕心裂肺的角色 因為並不想要捲入一些口水是非 所以而且就是我們當初邀約的窗口 也不是我嘛 我們邀約的窗口 已經跟他說明清楚了 因為沒有交情 所以他對我們不理解 我覺得也可以理解 有機會能夠把誤會先解開 柴智平疑惑可能是專業召集人 跟藝人有說不識內容而造成誤會 劇組也都很疑惑 米神國際營運長呂竹軍 則對周刊表示因為拍攝時間太短 延期一年也沒對外就責過 也認為吳康仁沒跟他求證 無可奈何 TVBS新聞綜合報導